原神动画何时上线,别等了,一开始就是个骗局,动画确定被阉割,各位大大佬好呀,最近看不少玩家私信想知道有关原神官方动画的消息,毕竟都一年半的时间了,说好的原神动画在哪呢? 隔壁企鹅英雄联盟的动画双成季都出第二季了,自2022年9月16日,原神项目组宣布与动画制作公司Affordable联手制作的原神动画项目正式启动之后,给米哈游飞碟射一年半时间连个屁都没有,想当年原神如日中天,UFO和米哈游能达成合作,还满心感激,说作鬼灭之前,基本处于亏损状态,所以非常期待和感谢能与原神合作。 关推的头图和置顶动态还换了原神相关,然而这么久过去,动画项目一丁点消息都没,UFO也把推的头图和置顶换回了鬼灭,现在原神糊成这样,UFO应该看不上原神了吧,现在游戏都快凉了,人都跑得差不多了,迟迟还不出动画,只能说这项目应该算是彻底黄了,或者从一开始,UFO就纯纯是米哈游宣传用工具人,毕竟给国内公司的话早做出来了, 所以有可能是老米亚根没打算做动画,宣传一波,见个文件家就完事了,懒得出钱搞动画,想当年虚迷开端版本,爆出的虚迷角色风格怪异,质量平平,大地图像萌多Plus,其实已经对这游戏有些疲倦了,UFO合作消息相当于一针强心剂,把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游离于退游边缘的玩家又拉了回来, 然而快一年半过去了,知道这只是一场骗局,米哈游宣传手段罢了,除了失望什么都没剩下,原神现在明显是衰落期,原神原来的体量太大了,所以短时间依旧有很大影响力,虽然现在应该还不到UFO看不上的时候,但如果UFO开始做原神动画的时候原神凉了,那就不好说了。 另外,据爆料,武师是这次米哈游春节要首推招牌,蹭中国家春节元素,花重金营销扩卷,打情感牌,文化输出牌,究竟能否再创辉煌,大家拭目以待吧。